我们收到机器之后 穿这个标签 先把这盘子给拿下来 这里螺丝 把螺丝用类类角扳手 把它松一下 拿下来 然后这个标签 不能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放标签在上面 它剥离不掉 要像这样子反过来 像这样子 标签在下面 极止在上面 然后放上去就把盘子 你看这里 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根据这个 一定要卡紧看到吗 一定要卡紧 不卡紧的话 它贴标的时候可能不稳定 卡紧之后把这螺临紧了 拉不动 从这里过来 然后标签 这里是一个压标签 这里是一根固定杆 导带杆从这里过来 然后这一根 这个标签必须从这个里面走 这里是红点 这里是光纤线 看到了吗 在这里 这两根线是光纤线 就检测标签停止与启动的 走这里 从这一根杆子的下面 下面再从这一根杆子的里面走 你看 正好保证这里 看到吗 这一块是一条直线 然后这个光纤才能检测到 然后搞过之后 这里呢 这里是不标块 这里是那个不标板 从这里过来 拉 手像这样子 沿着这个板走过来 看到这里了吗 看 看一下 拉 拉过来 看到吗 像这样 拉过来 走过来 走过来之后 拉 需要现在从这下面 从这里 然后这边还有一根杆子 看到了吗 这里 在这里 这里还有一根杆子 从这个杆子的下面 像这样子走 然后从这个里面 像这样子 看一下 注意观察一下 注意观察一下 这一块 看一下 这一块 走 然后这里是压 这个是压 压花轮 这个是橡胶轮 这个是拧紧的了 拧紧这个就拉不动 把这送一下 这里会有缝隙 标签从这里穿过去 现在如果这卡紧呢 标签穿不过去 已经这里堵住了 这样子 拔上来 在这里穿过来 标签 然后这里再给它压紧 你不压紧的话 然后标签 看到没有 标签是松的 看到吗 看到吗 然后把它给压紧 压紧标签拉不动 看到吗 标签拉不动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给像这样子 压上去 然后这里是电源开关 这个是电源开关 然后这边是电源线 把电源线插220伏的电源 电源 把这电源开关打开 打开这里灯会亮 这个灯会亮 刚刚是没有插紧的 拿着插上去 关掉启动 标签刚一插好过之后 这里是给出标的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这里 拿手给 这里 出一张标签 看到吗 我再走一个 像这样 对吧 像这样 像这样子 走过来 然后 这个像这样子放上去 我们放的时候 注意不能这样子 东倒西歪的 来 这个放上这样压上去 注意观察一下 这贴的 对吧 如果不注意的话 如果随便压了 像这样 贴的就 贴歪了 看到吗 贴歪掉一点 就这一块 所以说我们在 这个往下压的 标签不是不出来吗 我们在压的时候 这个红点在这里 我们这样 我们肯定这么操作 往下压的时候 这里呢 看到吗 手手正好触碰一下 这里 来我们演示一下 看了 看一下 红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演示一下 看这 看到吗 手拇指正好过来 来看一下 对吧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操作 然后至于标签的长短 在这里调 这里是调标签的长短 这里有个螺杆了 标签出来的长短 在这边 这个压标签穿好 压标签一定要压紧 刚刚压标签没有压上 一定要压紧 这个一定要擦紧 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 标签走这里正好走完 看到了吗 走这里正好走完 然后我演示一下 看一下 正好走完 对不对 如果我想把标签 如果我们标签过来 可能我们这个标签长一点 咱们的标签75 这好像是90多 来把这往后面退一下 然后演示一下 楼板了 往后面退 你看这里标签 你看吗 它出不来 看到吗 没有出完 对吧 来把这再往前面退一点 再往这边来一点 看一下 再给这个清好了 对吧 这里已经出来了 标签以玻璃板为准 出来 刚刚出来正好 就像这样子就行了 看到吗 像这样子 像这样 看到吗 然后 如果我们过来贴上去 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积动 这里是调节线 这个线的大小 在这里调节 往外面退一点 看这里缝隙 看一下 这下面是一个压花的弹簧 看到吗 把这往外面退一点 看缝隙出来了 我们正常情况下 这里一定要这样子放上 标签在里面 不要乱跑 产品了 产品在里面不要晃动 再稍微紧一点 像这样子 正好能够压下去就行了 如果我们出现这样子 假如说 我们也是 假如标签贴上去 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像这样子 一边 这边多 这边少 一边多 一边少 就是这个玻璃板 就这个东西 这个玻璃板 两边螺丝 把那螺丝松一下 往前进 或者往后退一点 咱们这个标签是90多的 咱们那是75 回头你只要把这个 螺丝松一下 往前面来一点 往前面来一点 这个玻璃板 这个地方 一定要有一 有一毫米的缝隙 保证标签正好出来 你如果太高的话 来我演示一下 然后把这送一下 如果太高 假如说像这样子 我给一个 看到吗 看到吗 断标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出现断标的话 就把这停一下 开起来 再重一走一下 这个就是 这个撬高了 看到了吗 所以导致刚刚断标的现象 所以我这边是演示一下 把这个 这个不是标签 这个不是标签吗 拉过来 一定要把这个给送料 拉我演示了 那这样子走过来 标签一定要搞好 看到吗 那走过来 那正好穿过来 然后这个压上去 你这样子 靠到最后面 我们现在靠到最后面 压紧 或者你往前面来 根据你标签长短来调 出标长度 必须要以玻璃板为准出来 刚刚出来完 也不要长 也不要短 就在调整你下面 那个光链位置就行了 至于贴成这样子 就调整你 你看我们这搞好标签 你看一下 标签正好能够拉得动 你不能拉不动 拉不动的话 也会也会断标 如果像这样子 标签压得太紧了 标签压得太紧 这个呢 看到吗 拉不动 看到吗 它也会断标 所以这一块稍微松一点 有一点角度就可以了 看到吗 这还是有点紧 扭紧就行了 先这样子 然后再走过来 走这边 同样的山坊 在这里走过去 把这个 把这里送一下 然后走到下面 然后这样子上边过来 看这样来压紧 这个现在不是够不到这里吗 不用管它 因为我们开机之后 机器打开 这里是光电感应的呢 走这里 它会走一张 看到吗 够长了之后 把这压上去 拿上 那正好 像这样子 看不过 拿下那 贴一个 看一下 这个 这个手一定要在这里看一下 看一下我怎么操 因为这个手 你直接压下来 这里是给出标的一个信号 这里 这里是给出标的信号 那我这样子看一下 对吧 就这个地方 像这样子操作 加上来 对吧 然后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咱们现在不是出一张标签呢 给一个信号 出一张标签停一下吧 如果出现连续出标 连续出标 就是这个光电的问题 你看 这一个是灯一直灭着 是这一个光电 这一个是检测标签的 就在这里 你溜过来看一下 就这里红点 在这里 光电信号 假如说我们出现这种情况 来我演示一下啊 出现连续出标 看一下啊 站起来看 标签一直走 停不下来 对不对 我们就要把机器给关掉 关掉过之后 或者出标长度一会长一会短 都是 都是这个光电的问题 这一个光电问题 来 停掉之后把电源开关打开 打开过之后 看一下这个红点了 这里有个红点 看到吗 在下面看到吗 这里 正好照在标签上面 对不对 然后我们调到这样子调 这个上下不是有两个旋钮吗 这上下 全部往左 往上 往左回到最小 这个灯是亮着的 对吧 然后 把这个粗条 就颜色深的 这个叫粗条 这个叫金条 把粗条 全部上下两个 全部回到底 回到 回到左右 往右边 回到底 这个灯灭 看到吗 这个灯灭 然后再把上面 粗条的旋钮 回到灯刚好亮 看到吗 这灯刚好亮 再回灭 回到灯刚好灭 那灯灭了 再把这一个 往左 回到灯刚好亮 就行了 就是说 有标签的时候 灯是亮着的 标签空白处 灯是灭着的就行了 那我再眼神一下 看了吗 拿手一张 平一点 看到吗 对吧 那标签出来长了 把它往后面 推一点 就行了 这标签不是出来长了吗 对吧 往后来推一点 这样 对吧 这样就行了 然后 对吧 对吧 再走 就像这样子 操作就行了 回头如果出现 你们换标签之后 出现连续 出标的时候 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们看一下 主要是标签怎么穿的 看一下了 这个螺丝是瞧这个弹簧的这里了 我来看一下了 这里 看了吗 在这里 这个螺丝 这两个 出场之前 我们会调好 后期如果出现 不难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 一个情况 适当的调整一下 熟练的时候 调整一下就行了 这里是调节 出标长度 长短的 在这里 这里是一个螺杆 这个是一个螺杆 调整 好 这里是螺杆 起码 ap 我 去 你 谢谢大家